最近天气大家都说转机来了 真正的转机到了 所以都很兴奋 毕竟热的时间太长了 大家都说再坚持两天 所以今天虽然也仍然是高温 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凉快 还是比较高 但是我们还要再坚持一下 虽然周二明天仍然是高温酷暑 但是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周三开始北方冷空气开始发力了 所以我们算是看到希望了 从40度开始奔30度了 而全国的降温地图也已经让人看到希望 因为毕竟一些北方或者中原地区的地方 它们在明天后天都已经降到30度附近了 而上海能够降到30度 也得等到星期三 当然更好的一个消息是台风来了 这股台风 今年第九号台风 虽然22号才会生成 但是而且它的路线是往华南地区的 可能是在广东 香港这一带登陆 但是它对整个负热带高压的影响应该也很大 所以整体的气候状况会发生巨大转变 所以降温指日可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